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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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再次收看 我是主隊長頻道 上一條片講了 賣車和溫哥華考車的情況 今次再跟大家講講 這套考車和香港最大的分別 第一樣 左軚和右軚的分別 左軚和右軚最大的分別 當然不只是司機的位置 那麼簡單 當中包括了行車線的不同方向 還有 如果你在十字路口 燈位轉彎前的第一部車 當轉入路口 很容易會轉錯線 我們自己也有一個方法去記 就是無論在左軚和右軚的車內都用得著 就是前座乘客位置 永遠是靠近路邊的行人路 這個方法去記 不論左軚和右軚都同樣合用 第二樣 紅燈右轉 其實在香港很簡單 紅燈停車 綠燈行車 就是這麼簡單 但來到北美這邊 就很不同 因為除了這個特別指名的路口之外 所有右轉的路口 紅燈可以在安全情況下轉彎 所以有些違反了自己 由小到大在香港學習的一套 大家就來到要慢慢適應一下 綠燈左轉 剛剛說到紅燈可以右轉 那是不是很不習慣呢 不習慣的事 不只是一樣簡單 今天我們再說一下 綠燈不能亂轉左 要直線出一個車位 等到對面行車線是沒有車 接著就九秒九轉了 所以我最喜歡左轉的時候 看到左轉墊咀綠燈 唯有這樣你才可以安心 不用等那麼久都可以轉得到 第四樣東西就是怎樣出入highway 在香港小路出公路 通常都會有個虛線位給你停一停 等highway沒有車才出的 但在這裡就很不同了 在北美洲小路出公路 是絕對不可以慢車的 更加不可以停車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轉出去右彎 或者是轉出去公路的時候 它會預留了一條專用的加速線 給這個小路的車加速 加速完就可以merge進去主線了 如果你在裡面停車或者慢車的話 令到後面的車 它就不可以在很短時間裡面加速到 跟highway一樣速度的話 就沒有辦法merge進去裡面了 所以在這個highway裡面 就不可以慢車 更加不可以停車 如果這樣停車的話 就很容易被後面的車高速撞過來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stop sign 在香港所有司機遇到停車牌 學車師傅都是這樣教的 停車拉手掣 看看路口安全 接著放手掣給油 而在加拿大這邊就有些不同 這邊就不用拉手掣 但必須要停車兩至三秒 是完全停了 不是rolling stop 停了兩至三秒 看到沒有車就可以出車了 4-way 3-way 這個路口在香港是不會有的 但在加拿大和美國 所有3-way或者4-way 甚至乎always的路口 都需要完全停車 哪部車到先和停先 就有優先的過路權 如果兩部車同一時間到達路口 同一時間停車 通常左邊車會讓右邊走先 打手勢 在加拿大考車 教車官通常會考駕駛者打手勢 意思是當指揮燈壞了時 司機要懂得打手勢 或者使司機懂得去看其他車的手勢 通常左轉、右轉和減速手勢都很容易認 Soldatrack Soldatrack Soldatrack這件事 其實香港和加拿大都要做到足 只不過在加拿大右手邊 通常都會有單車線 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運輸處寫明 騎單車的人如果在香港 就必須在行車線的中間 這樣他們轉彎就不會被行直路的車撞到 在加拿大就很不同 很多時城市設計是有單車專線 而這些專線在行車線的右手邊 如果司機轉右的時候 沒有Soldatrack得很清楚 很容易轉彎會撞到直走的單車 這邊小朋友的權益大過天 所以在學校和遊樂場區都有時速限制 這邊通常都是30km per hour 這件事看牌校車當然沒有難度 但難就難在它是有開始牌 沒有中指牌的 所以你必須要認得對面行車線 這個開始白蟹的背部 即是離開了這區便可以加速 如果你不加速 校官亦會覺得開車車速不合當 在香港如果有小朋友 又沒有卡式 都可以臨時抱著小朋友坐一陣子 但在加拿大這邊會捉得很嚴 所有有小朋友的駕駛者 一定要配備一個卡式 給小朋友坐才可以開車 另外想跟大家講講 在加拿大這邊 ICBC考路試的程序 當駕駛者駕駛一輛車到達考場 那就去登記吧 登記的時候 你必須要出示一張拍著車牌的照片 告訴登記員知道 你的車的車牌 等候官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認得到你的車 另外有兩個選擇 就要聽登記員的指示 有機會他會叫你在車的車尾等候 考官到你的車 又或者你在中心裡等候 等候官來到叫名 一起出到你的車 當考官和你一起出到你的車的時候 考官會叫你必須先上車 先開車窗 考官就不會立即上車 他就會在車外給你指示 叫你測試一下你的車 例如打左燈、打右燈、打大燈、高燈、低燈 叫你踩駛駛去看尾燈 然後他就會叫你打手勢 譬如說轉右的手勢如何打呢 轉左的手勢又如何呢 怎樣是減速呢 他會叫你打什麼手勢你就做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當他上車的時候 他就會考你一件事 就是一個去霧的按鈕在哪裏呢 因為加拿大這邊幾多時都會有落雪 所以駕駛者必須要懂得去霧 去擋風玻璃和車尾玻璃的霧 你要著給他看你懂得按哪一個按鈕來去霧 當所有東西準備好的時候 考官就要跟你說一輪 我是什麼什麼名字 今天會考什麼什麼 然後他會告訴你 轉左轉右 當沒有指示的時候 沿著那條行車線安全直行就可以了 或者安全沿著那條線行就可以了 他亦都會說明 今天他會決定你fail還是pass 最後考完完事 他就會告訴你結果 好了 這個考試的程序就是這樣 去到考車了 大概是20分鐘 考官會叫你轉彎就轉彎 怎樣走就怎樣走 走完整個路線 在途中 他可能會叫你停車 或者會考你泊車 這裏考車最主要考兩件事 第一 Parallel Parking 第二 Pull Over Parallel Parking 如果香港司機一般 拍開S位都沒有問題 Pull Over就更簡單 就這樣拍在路邊 還有一件事 當他回到市場要考的時候 有機會考你到後拍車 在市場裏面有些L位 到時他可能會有機會 叫你到後拍在L位 當搞定全部東西 考官就會叫你適時 之後就會跟你說說你的成績 Pass、Fail也會在那時候說完 在裏面便會和你評論 當中你可能會有一些小錯誤 或者一些壞習慣 他都會和你慢慢去講解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成績考 ICBC考路試的程序 有些問題 或者有事想一起談談 記得留言告訴我 今集講到這裏 下集再和大家講講 這邊的生活和開車 OK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YouTube影片 請你Like、Subscribe和Share 如果你們想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記得按這個小鈴鐺 你們下次見 我會不會忘記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其他